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张小婷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您快速浏览 北美各地的最新要点新闻 洛杉矶气温飙升 洛杉矶县卫生局发布高温警告 由于高气压不断扩大 洛杉矶地区预计未来几天 气温将会持续上升 有鉴于此 洛杉矶县卫生官员今天发出警告 要求居民注意高温 因为气温将达到危险的高水平 并警告气温将飙升至三位数 尤其是内陆地区 高温警告将持续到周六 劳动力市场持续走强 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再次下降 美国劳工部周四报告指出 截至7月15日当周 美国初请失业金人数 较上周的23万7千人 减少9千人至22万8千人 显示出尽管利率上升 旨在抑制招聘 但劳动力市场持续平稳运行 而且失业率几乎没有变化 仍处于3.6%的历史低位 女童骚麦克鸡块烫伤大腿 麦当劳判赔80万美元 2019年一个小女孩跟着妈妈 在麦当劳得来素购买餐点 因为一块麦克鸡块掉落在她腿上 而受到二度烫伤 佛罗里达州的法院本周最新的判决 决定向母亲支付80万美元赔偿金 孩子的母亲霍姆斯表示 她仍然对法院这次判决感到满意 赔偿金额是公平的 违反联邦含钱标准 苏执姆斯召回CAPKIN不锈钢儿童杯 由于不锈钢杯的含钱量超出了联邦标准 会对儿童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苏执姆斯宣布召回34万多个 CAPKIN不锈钢儿童杯 此次召回得有8盎司和12盎司容量的不锈钢杯 消费者应立即停止使用 苏执姆斯和亚马逊正在联系 所有已知的公平者 中天中望 专利报道